北方司令部已調用5,600軍力投入全國的抗議任務中 包括一區臨時醫院的搭建 已經在紐約和洛杉磯服務的舒氏號和人次號醫療船 父親奧爾良和達拉斯的大型遠征醫療隊 不久 國防部還將調遣部署三所大型陸軍野戰醫院 致西雅圖區域和紐約新澤西區域 緩解當地醫療系統的壓力 在保證既有的國防職責 執行抗議任務的同時 美軍也做好了最壞情況的應對方案 克羅拉多州下岩山防河碉堡 位於地表以下1800英尺 中間灌注花岡岩 最初是針對核威脅而設計的 可保護6000名重要官員在此生存數月完成任務 目前 下岩山防河碉堡的指揮和監控小組 分成多個班次 此外又單獨成立了一支分隊 萬一下岩山堡壘內出現確診病例 該分隊會轉移至另一地點運作 新唐人記者顏熙綜合報導 請問大家 確認 請問大家 seu注意 有立即階發揮 會議 請問馬州 請問 請問 好